市長我們代表這樣子發言 國內委員會說要滾滾好嗎 還是在國內委員會說代表 代表怎麼發言都可以嗎 好 來 謝謝 市長說現在外交部是沒有安排謝長廷週四視訊的部分嗎 市長說任何的將官安排嗎 你其實國內都非常關心 有沒有給他誠摯的建議請他回來備訊 或是透過視訊的方式也可以 好 那我先坐一下 謝謝 市長不好意思啊 這是因為呢 市長請這一番言論 他其實有徹底一些假訓息的部分 而且他其實一直在日本這一方 你自己就能看得下去嗎 我想等一下質詢的時候再回答 還是有關於視訊的部分 其實現在外交部有沒有安排 ABC立法院跟相關部的單位有提出 希望可以跟市長進視訊的需求 呃 對不起 待會兒 質詢的時候我再回答 好不好 謝謝 你還是想要召回家部這邊 謝謝 畢竟解鈴還是協謝鈴仁 如果是你們這邊帶他回答也沒有意義啊 依據憲政的體制 立法院要召 駐外代表回來 有義務要回來 這點是很清楚的 那麼中間現在有防疫的問題 有 14天防疫的問題 那麼視訊呢有技術上 是不是能夠克服 如果這都能夠做到的話 我相信謝代表是願意接受回來 或者是願意接受諮詢的 但是先決條件就是說 這疫情14天 這必須要執行 這是跟國 國人的安全都有關係的對不對 不能因為台肯回來這個疫情 那個管制都取消 這個是做不到的 第二個那個視訊呢 第一個我們認為 因為史無前例嘛 以前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那技術上如果能夠克服的話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反對這樣做 好嗎謝謝 這邊是你自己這邊的評斷 還是說其實有確實有跟代表聯繫過 他也表達他的意義 謝謝你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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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